擠壓擠壓 它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擠壓到某一邊 它有那個習慣 這兩個比我太接近了 所以就會稍微長短讓它稍微分一下 否則會覺得那個長得好一樣 挪去真是有點麻煩 那個鬆啊 下一個字也許就不用那麼鬆了 不要讓它每個字都一樣 有時候拉得開 有時候收得緊 有時候收得更緊 這個就是 你自己要去隨機應變 或是又突然拉開 這個鬆鬆緊緊都是隨時在調整 唉呦 唉呦 我要分行了 這個做 我有分行齁 所以寫到那一行呢 寫過頭 我會再重寫一下 這寫窄對不對 兩個都寫窄了 耶 這裡就可以寬了 所以寫字啊 倒沒有說哪裡可以寫窄 哪裡可以寫窄 哪裡可以寫關 正在於說你能不能去配合 那寫重寫輕 這都不是問題 看你要不要 繼續寫緊 繼續寫緊 寫緊 寫小 這都是可以的 那寫一寫你就要注意 都已經寫得這麼誇張了 那這個就要開始做一點變化了 不是說一直不能拉長 也不是說怎麼樣 這個拉長其實都可以啊 什麼時候來拉長都不成問題 而在於你跟前面那個字怎麼配啊 然後整體上的感覺是偏多或是偏少 線條偏多或是偏少 隔壁那一行比較重 所以這裡我就給它寫輕 所以這個輕重啊 是因為隔壁的影響 那有時候寫字會受到上面這個影響 那上面這個要歪這一邊 那我偏不要 我這個字啊 我就歪這一邊 就說啊他歪這邊我歪這一邊 我高興怎麼歪 那是我的事 那如果說高興我要穿叉 那我就穿叉了 穿叉進去 然後如果要高興寫重 我就寫重 我要寫重 寫輕寫重 這種就是 所謂的寫字節奏 那你說這樣好看嗎 那不知道 就是說 在配的過程中啊 你當下會有一種想要怎麼配啊 可是配起來這樣好看嗎 不一定啊 真的不一定 那不一定的話就是要靠經驗 什麼經驗呢 靈鐵的經驗 有很多靈鐵靈多人 你就知道 原來那個書法家遇到這裡會怎麼寫 他會怎麼寫 怎麼處理會比較好看 就是臨時的經驗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靈鐵非常重要 不是說 不是說一直創作 就是靈創靈創 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那個以前 清朝的王朵 書法家王朵 那個寫就是 不管他多厲害 都是一天靈鐵 一天創作 這個俠很麻煩 因為每個人寫的都不一樣齁 呵 每個人對這個俠的寫法都不太一樣 然後上面那個大間這個就小吧 因為有時候 上面那個沒俠 那這個俠好了 就是要看一下上面 才決定下面啊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自己決定 一定要看上一個字下一個字 這個一是 他的寫法 那這樣寫比較簡 那個 他喜歡扭來扭去啊 其實有點 嚴格講起來就是有點擠壓啦 什麼叫擠壓 這樣叫擠壓 就是在中間擠就叫擠壓 那有時候會緊 有時候會鬆 有時候會大 有時候高 有時候會點 他就這樣子玩 其實說實在就是 有點童趣啊 好像小孩子在玩那個筆 這樣子 但是他的技術很好 就玩起來 就有點悠遊自在 你就覺得 哎呀怎麼 怎麼有人 可以玩得這麼可愛 那種感覺 他的鳥寫得都 拉得很緊 這很像以前的電影叫異形 那個怪物啊 側面的樣子 好像 這個地方 注意他的角度 這個路高低啊 都有都有在想 兩個都寫的這樣子的話 要開始中橫爭折 開始折 看到人家一直一直軟來軟去 就要開始小心 是不是該似可而止了 是不是 該來一點 嗯嗯 讓人家覺得說 稍微有點請盡 那不要每次都只有一個哦 有時候可以來連續來個兩個三個 不要每次做一次都一個 這樣人家會覺得 就是你在套公式 如果你多幾個 人家就不會覺得你套公式 因為每次都不一樣 寫字啊 高高低低啊 其實只是為了穿插 因為對於草書來講 它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的 而是一串字去組合的 所以這些穿插是必要的 尤其是黃庭間的穿插更是嚴重 並不是每個人的穿插都這麼嚴重 但它穿插確實是最誇張的 這叫故意穿插 明明這個木跟它也沒什麼關係啊 那這叫故意穿插 它穿插會造成一種 好像那一串組合的效果 組合 互相組合的效果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整體感 會覺得說好像比較強了 好像是 互相有關聯 而不是獨立的個體 因為行草書嘛 如果寫成獨立的個體 那就變楷書了 再次提醒了 我們要來看看 我們要出發 我們要進入 我們要來進入 那不想講 我們要進入 我們要進入 烈的 我們要進入